今天晚上早安 欢迎您加入12月22号 星期五中视早安新闻 我是蔡婷玉 最近消息马上带您关心 这冬至寒流发为笼罩全台 在宜兰的太平山 昨天时间11点半左右 这气温降到零下6度 园区开始飘下细雪 也成为今年入冬以来的 第一场出雪 就算这园区实在冷到不行 但住宿游客们纷纷高喊值得了 跑到户外赏雪拍美照 直呼不识此行 最近消息连线给记者王悠阳 好的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天空飘起雪花 猫头鹰造型的装置艺术 宛如铺上一层白色的糖霜 寒流发威 海拔2000公尺的 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21日深夜11点半 气温降到零下6度 园区开始飘雪 有游客等到半夜 开心走到户外赏雪 带您听一段稍早访问 11点半左右 在气温-6度 且水气充足的情况下 终于降下今年的第一场锐雪 太平山当天的气温向溜滑梯 入夜后跌破零度 之后一路往下掉 有些住宿游客为了等候下雪 彻夜未眠 终于看到天空飘雪 山区经理表示 原定22日清晨6点开圆 但如果连外道路的路面结冰 工作人员会先处理 确认安全无余后才会开放游客上山 据了解 园区的太平山庄及翠峰山屋 总共能容纳大约200人 目前到12月24日为止的住房 都已经被预定一空 没有定到房间的游客 可以选择安排一日游 但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 做好保暖 气象鼠则是持续提醒 民众上山 务必随车携带雪链 想要上山追雪 要特别留意路况 以上对新主播